墨西哥二號舉行六年一度的總統國會與地方選舉 現年六十一歲的學恩鮑姆成為首位女性國家領導人 這一次改選的職位多達兩萬是歷年來之最 從競選到投票的過程也成了與黑幫角力的戰場 至少有三十七名候選人遭到暗殺 還有兩個市政的投票 甚至因為暴力攻擊而被迫暫停 當選投票結束將近五個小時後 墨西哥選舉官員三號凌晨一點多宣布 代表左派執政黨國家復興運動 角逐總統大衛的宣恩鮑姆 得票領先主要競爭對手三十多個百分點 成為墨西哥史上第一位女總統 總計拉丁美洲已經有十二個國家是由女性所領導 我也很感謝 因為第一次在二十多年 我會變成我第一位女主席 今年距離墨西哥婦女在一九五四年獲得投票權 正好整整七十年 墨西哥市市中心憲法廣場 策夜聚集了好幾千人 興奮地迎接著歷史性的時刻 現年六十一歲 出身 東歐保加利亞猶太移民家庭的宣恩鮑姆姆 原本是一位物理與能源工程學家 二零一八至二零二三年擔任墨西哥市市長 卸任後在卸任總統羅佩茲歐布拉多的大力支持下參選總統 競選期間 他承諾會延續歐布拉多的主要政策 特別是社會福利 不過觀察家指出科學家出身的 學員包姆 重視數據 秩序 做事強調計畫性 而且更有國際觀 墨西哥總人口 有一億兩千九百萬人 登記選民人數將近一億 許多投票所出口民調顯示 投票率可能將近百分之八十 除了總統之外 還要選出參眾兩院議員 好幾個州的州長和市政的首長議員 該選職位多達兩萬是歷年來之罪 從競選到投票過程也成了與黑幫角力的戰場 至少有三七名候選人遭到暗殺 南部恰怕四周兩個市政的投票 甚至因為暴力攻擊而被迫暫停 宣包姆將在十月一號宣誓就職 要處理的 除了國內犯罪猖獗與貧窮的問題之外 還有與鄰國美國的關係 特別是跨境的毒品 與人口走私的問題 公視新聞網會編譯 大家跟評估 osób猶亡人家說 我會對你 公視 sagt 我們下邊 我們下巴